今天的节目呢 我就要去走访几位演员 听听他们的幕后有什么好玩的八卦故事 好那现在在我旁边呢 就是横店八级马站的王教练 大家别看王教练 你看吗 长得是很man的样的 他其实帮柳诗诗做过提示 对不对 他做不经心的时候 他做过马币 所以你是要打扮成他那个样子吗 对 那个时候 他能一个扮演一个他的样子 然后把头套给扎起来 跟女儿一样 那除此之外呢 王教练其实还做过 吴奇隆张翰等等明星的替身 打个比方你替他 或者摔了一下了 然后他会过去 很亲切的问一下 兄弟没有 没事吧 就这样 很多时候一个替身 一天要去好几个组 所以他们往往都不知道 自己替的是谁 像王教练这样的 还有很多 比如这位替过谢娜的男武行等等 不过呢替女演员 好像也算是5T里面最轻松的活了 而接下来这位5T 可是要比王教练要惨得多了 金泉05年来恒店打拼 曾做过武术替身 武术指导制片 现为恒店明星梦工厂的导演 所以你在拍摄的时候 会有一些非常困难的地方吗 就像受伤什么样 记得是拍某部戏 挺火的那部戏 然后我在里面演一个 就是劫匪一样的 然后我就进去发便 把他爹从上来扔下来 扔下来的时候 我再拿拳在砸的时候 然后女主从后面 走到后面 打椅子砸过来 当时我们五行套招 因为我背后是有保护的那种 直接打背上去 跟着不疼的 站在女演员砸的时候 一打 他是那个椅子 直接就砸到肩膀上 手就打错位置 打错位置 那有没有一些明星 特别的那种娇弱 明明是一些很简单的动作 他都要找提升来做 有啊 就那个 叫我们之前拍那个 我觉得 就演戏一般般 演戏 对啊 演戏一般般 而且就是拍那种 他里面有不少的也是打戏 打戏也是就是 拍他的时候 可能别人的话 三五条就能过 但拍他的时候 可能七八条过不了 而且可能在现场比较 焦一点 而且他爽了好 其实做武行 我觉得蛮辛苦的 而且你们做了之后 大家也看不到你们 对的 完全看不到脸 而且是公司是最少的 对啊 很辛苦 对啊 横店外围武行才 好像两万块钱 一天吗 一天 很多是动作 剧组的武行都不去做的 太难了 全部让外围武行 主要难是不难 危险 太危险了 危险 真真烧死了 真真烧死了 烧死了 电影 的时候 然后在 他们在室内建了一个摄影棚 一个团 有三层楼中的枪 当时是拍火 真是 王王在上面演花 演 演人之后后来是火车太大 控制不住 真真实 控制不住的 有人在上面跳下来 但有人跳不下来 跳下来就骨折了 从三楼这样往下跳 跳下来的 但有些人跳不下来的 嗯 活活烧死了 没办法 所以这个刷是有被封锁吗 后来是 但我们反正都不知道 但外面好像是也是有封锁 对对对 平常你现在换了啊 对 闪了 闪了导演 不错 不错 搞不了 很多座群演出身的 后来都走红了 比如王宝强 就是很多群演 武行心目中的模范生 而这位呢 因为出演了周星驰的 西游之祥母片 而成了横店最有名的大妈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去找一位 非常特别的演员 他呢 也是横店大型舞剧 情怀八艳的演员之一 到底有多特别呢 你们看了就知道了 哈喽大家好 那我们知道你是在这个演出里面 是反串嘛 对吧 对 你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说 自己有反串方面的才华 嗯 因为这个东西呢 我自己刚才也是不知道 只是说性格比较内向 但是后来来到这边 就一个偶然的机会导演 就让我跳了一个舞剧 然后就慢慢接触 我才知道我是要跳女孩的 然后这样就开始反串了 一开始会有些排斥会怎么样 嗯 一开始别人会说一些很多 就是演反串 怎么怎么样的 然后就不理解了 那慢慢就习惯了嘛 嗯 你去演女生的时候 怎么喘谋一个女生的一些 包括动作啊 嗯 刚开始是不会的 包括化妆也不会的 就是慢慢锻炼嘛 慢慢学 因为像刚开始的剧目 嗯 都是不行的 表情啊 加上动作 肢体都会不特别不是特别好 但是现在慢慢磨练了 问她的女孩啊 然后她头发 头发是那个后来痒的吗 太大了 真的疼的 因为像这个头饰 都是我带的嘛 就是特别大的 然后她短发的话 不好卡会容易掉 而且像除了情爱八雁呢 梦幻谷的景区梦幻太极 我也有在演 也是主演 也是演女生 对也是特别鲜的一个角色 啊 那你在恒年一天也在 对 每天都是演戏演出 对 天天大农妆 那我们先来看看 你化妆的样头了 好 好 最后也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我们 拜拜